枪有百冰之王的说法 正因为有此一说法 好多器械都连续不断地研究总结枪的用法 以此来破枪的打法 哨子棍也是其中之一 它既有枪的灵活又有棍的威力 又加上刺身哨子头的灵活多变 用哨子棍来破枪正是棋风对手 枪很多时候是做直线运动的 它的劈挂刺往往被哨子棍的缠绕撩所化解 两个器械合在一起对练 很难分出上下高低 就会破枪的优优争 再次 сотруд着这个阳头这也有点优优独播剧 全是黃金苑的区牧 兽华字幕 总论 领 组合 领 ей 拐子是少林寺的独有兵器 它分为很多套路 主要是用来健身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少林先贤们把它演变为少林寺独有的吸兵器 用它来破枪 主要是用劈、拐、勾、扫、压等动作 由于被练者用的是拐杖 往往会被练枪的人所轻视 很多时候枪和拐对练 枪几乎很难占上风 这都是拐子总结了枪的运行特点的结果 取长补短 把对方的精华招数吸收深化 战后再总结出经验 用自身的优势化解枪的威力 我去为此待遥了 就像这些优势化解枪一样 除此之一 这是拐材的 不然这时候 要望线到你的深度 要你将会有转移免的 有些优势化解枪的 要做一温柔的 要不回家 要低水 i know you 帮我走 i know you 有一枝 我还好 我现在在那边 在那边 我还好 我还好 你还好 我还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